哏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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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紧紧分享到最深的地 alk 愿你的生命宁静温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姻缘小剧 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时刻与大家见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蒋迅蒋老师 和我们谈的是中国美术史 今天的中国美术史蒋迅老师要我们讲的是 敦煌艺术第十七窟长津洞 是我们在谈到敦煌早期的这个发展 可是也有朋友听到说 1900年5月26号大家发现了敦煌 那听起来有点奇怪 因为敦煌不是1700年前就在那边 然后一个洞一个洞 那么大家随时都可以去 那么什么叫做1900年5月26号又发现了敦煌 那我们注意一下就是敦煌其实洞库非常非常多 上千上万个洞 那么这个发现是说1900年5月26号 当时住在这个地方 1900年是清朝末年 住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士叫做王源路 那么我们大概也知道说 其实敦煌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残破了 很多早期的这些洞窟寺庙 长年没有人整修 非常的破烂 那么所以其实就变成很多的各种信众都住在里面 那这个道士王源路其实没有受很高的教育 也没有什么知识上的水平 那么他就有一天发现说 16窟就是后来编号的16窟 那个时候还没有编号 我们看到16窟也计从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壁画 这墙壁上画满了菩萨 然后这边开的这个门就是王源路后来发现 里面还有一个房间 其实原来就是一个封死的一个墙 就是原来没有这个楼梯 也没有这个洞 就他可能有人敲敲敲觉得里面是空的 那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好奇吧 就敲敲就敲出一个洞 发现里面堆满了东西 然后才发现说里面有一个洞窟 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门 然后弄出一个楼梯出来 我们就称为十七窟 那么这个事情引起全世界的重视 可是唯独当时清朝大概在末期 大概打仗都打不赢了 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来 这是法国的一个最有名的学者 叫薄熙和Belliot 他当时点了一支蜡烛 在看这些洞的时候 你看到后面堆满多少东西 所有手抄佛经 所有的绘画全部在里面 满满的几万件的作品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藏经洞 为什么要把东西藏在里面封起来 不让别人知道 一千年以后才被发现 其实现在还是一个谜 有一个说法是说 有一个国家叫西夏 这个西夏 他当时也受到汉族的某些影响 他非常虔诚的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 那他们就知道有战争要发生 因为当时蒙古的成吉思汉起来 他们要西真 西真第一个要经过的地方就是西夏 所以他们就很害怕 他们就把很多国家最重要的文物 卷宗 珍宝 全部封藏在这个洞里 外面封起来 上面在画壁画 等于做了一个伪装 可是西夏后来亡国了 就是完全被成吉思汉灭掉 他最后一个皇后是跳大下河自杀的 所以一般人称西夏说是思路上消失的一个亡国 所以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如果战争结束 他们还可以回来打开 还可以重新找这些东西 可是因为亡国就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是国家机密 就留在那边封存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不是西夏亡国 说早期的人抄佛经 它是一个修行的做功德的方式 画佛像也是一个做功德的方式 可是年代太久的佛像跟佛经 又不能当垃圾处理 因为这是很不静的事情 最后就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封存在一个洞里面 整个封起来 所以其实是处理 已经废弃的佛教的一些文物 因为佛经还要新的抄写 还要新的画法 所以这个洞就封在里面 不管现在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王源路倒是 很奇怪 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历史上 因为他就在这边 咚咚咚就打出了一个洞 我想大家看得出来 这边菩萨像本来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等于是外面有一个洞 是十六窟 然后这个是编号十七 从这个门进去是编号十七 你远远可以看到有一尊像 这个像的人叫做红便 三点水的红 红水的红 这个便很复杂 它是一个巧 巧妙的巧 底下一个言语的言 就是辩论的便这个字 巧言 红便 红便现在因为发现了一个告身碑 所以对他的身世非常的清楚 就是红便是当时敦煌这个地方的一个宗教领袖 他翻译佛经 所以他通藏文 通梵文 通西域几个国家的文字 通汉文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佛经的翻译者 而且当时翻译佛经的人同时也要经常升上座去开示大众 所以因此他是非常懂得去辩论的 就是他的口才非常好 因为你口才不好 你不能开示 所以这个便这个字 大概也是一般人送给他的一个号 就是红便 这个法师 那么他死掉以后 大家供养他 就做了一个像 放在这个洞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洞里面 刚才不是看到那个老照片 堆满了东西吗 全部被搬走了 英国人Stanning 给了那个亡人路一点点钱 就好几车东西带走 薄熙和给了一点钱 有好几车带走 所以全部带的光光的 那么最后就剩下洞里面一个孤独的僧人手 守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红便的这个像 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雕塑 就是他非常的写实 非常的真实 做出红便 因为红便当时所谓的这个宗教上的一个领袖 而且他在某一个部分也可能参与政治活动 因为原来敦煌这个地方被土藩 就是今天的西藏所统治 那么他曾经联络了当地的一些汉族的领袖 把土藩的力量赶手 回到西藏 所以敦煌恢复了汉族的这个统治 所以他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受尊敬的一个人 所以可能从各个角度上 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重要性 那么当然这个雕塑因为做得非常写实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把它当成是一千年前的一个雕塑上的艺术珍品 所以就把它搬走搬到博物馆去展览 可是后来发现他的像里面有一个骨灰袋 就是这个叫做真身 就是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僧人作画了之后 那么他的骨灰烧成骨灰以后 这个骨灰装在袋子里 然后为他竖一个像 骨灰就放在这个像里面 所以他的像现在又搬回到石器库 因为觉得它并不是艺术品 它其实是一个人家在供养的一个东西 所以又搬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 所以我想这就是长津洞的历史 因为长津洞很复杂 就是它里面包括这些文物流失出去 以及包括红变的像 包括这些骨灰袋 大概都变成近代历史当中 大家非常喜欢谈论的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祈祷 祈祷 我们一起发愿 用开阔胸襟 把我们一起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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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祇 祈祈祈祈祈祈祇 满生 我们一起祈祷 用谦卑心情 我们一起发愿 用慈悲胸襟 我们生生祈愿为众生 已远远离病而去承议 天下无哉无难 我好生 佛陀啊 我们祈祷千万声 我们心愿千万岁 声声层层自己情 佛陀啊 我们祈祷千万声 我们心愿千万岁 层层声声上人心 那特别是像斯坦因 这个英国人带走了最好的一批东西 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可是我去了几次 他们都不太展出 那听说也引起很多的麻烦吧 因为现在可能 因为这些文物 从某些国家的角度 会觉得你是抢走的 所以大概也觉得不方便 那这次在台湾会有一个展览啊 很难得是 薄熙和带到巴黎去的那一批 会回到台湾展览 就是极美美术馆 极美美术馆的东西 所以我想长津栋的这个作品 我们陆续还会再跟大家介绍 就是恐怕要在国外看 而且有时候我们借回来说 在台湾会看到 所以它是非常难得的这些作品 那我们同时看到有一个石头的碑 上面刻了很多字 大家也许看不清楚 这个字就是红遍的高声碑 就是说告诉我们红遍是谁 他生平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也记录了年代 就是西元的851年 所以这个洞窟距离 现在也有1200多年了 851年的一个洞窟 所以很多敦煌的文物 就靠着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在整理 也在做部分的这个了解 所以敦煌真正在世界上被注意 是因为十七窟 是因为这个藏经洞的东西 全部流散出去 那我到伦敦的时候 我还特别经过很复杂的申请 借到两卷 他是手抄佛经 就是当时的人他修行的时候 大家都会手抄佛经 那个手抄佛经真的很惊人 因为我们现在就常常 我知道我的朋友很多人抄心经 文字比较短或者金刚经 我在现场看到是妙法莲华经 整部妙法莲华经 就是手抄 而且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 几乎完全一样 像印刷出来一样 那我觉得那里面也是一个惊人的愿力 就是当时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文物的流传 抄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早期没有印刷术 所有的佛经的流传就靠手抄 所以你大概也可以了解当时的信众跟僧侣 在这里面是其实是发一个大愿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很喜欢一个文学作品 我会不会用手抄去把它抄一遍 可是过去可能一个僧侣一生抄好几次的妙法莲华经 所以这个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我们下面在十七通还看到一个有趣的东西 就是张大千不是到了敦煌吗 到了敦煌1941年 他就看到墨高窟的壁画 他说墨高窟的壁画是中国美术史里的白眉眼 白眉就是境界最高的 就中国艺术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绘画 青铜器玉器 他说敦煌壁画是白眉 是最高境界最高的 那是士大夫比 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专业画法的人 他画的东西 后来马和之 马和之是宋朝的一个大画家 他认为马和之得到了敦煌的一二分 他就变成大家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张大千要在敦煌代两年的原因 去离摹古画 因为他觉得任何一个人经过敦煌的训练 都可以成为名家 大家可以看到张元大千 张大千后面的这个题记 张大千那个时候的书法 是用的是比较立书的方式写 那我先要跟大家讲说 张大千这个题记就是写在墙壁上 我们到现场就看到 所以当然今天如果保护古籍的观念 我们觉得蛮怪的 就是怎么可以在一个这么古老的壁画上 你自己就在那边写字 可是这里面也说明1941年 张大千到那个敦煌的时候 真的没有人管 所以我自己到现场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洞窟里密密麻麻 每一个什么某某人到此一游 有的是明朝的有的是清朝的 还有最好玩的是 有一个人一直骂别人说 老是乱提字破坏这些东西 然后洞窟里后来我算一算 他的字是最多的 他一直在批评别人说 怎么可以在墙壁上乱写字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敦煌真正大概被保护起来 其实是相当晚的事情 那早期的人到那边 你要带走什么就带走什么 你要喜欢什么你就搬走了 所以很多的佛菩萨是没有头的 没有手的 因为很容易就把脖子切断 然后就带走 所以现在国外的博物馆 看到很多敦煌的这种 被分离的这个状态 那所以我想 可能大家对敦煌的 这个长津洞的历史 也做一个了解 就是了解到长津洞 其实我的 我的心情上的矛盾是说 这批东西现在被带走了 到了英国 到了巴黎 到了纽约 你觉得很可惜 可是同时也有一个矛盾说 如果当时没有带走 留在那边 会不会被毁掉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比如说这一件作品 被薄熙和带到了巴黎 这件作品是非常感动我的一件作品 我们叫它叫翻 翻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菩萨 手上拿了一个很长的杆子 杆子上勾了一个东西在风里面飞 这个东西就叫翻 翻是什么 翻是招魂的东西 就是在做丧事的时候 这个翻它会招魂 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男的 穿着白色的衣服 双手合十 这个人的名字写在这个地方叫做薛全 薛全 那他是死亡了 他死亡以后他太太姓康 所以他上面写 女弟子康世 为王夫薛全造 引路菩萨一尊一心供养 所以这个作品是他的太太 在他死后 这个姓康的这个女弟子 女弟子康世 为王夫薛全造引路菩萨 因为我想丈夫死掉 一个妻子是非常非常爱痛的 在那个爱痛当中 她会有无限的牵挂 她不晓得她在这个死亡的路上 走得平不平安 最后她有一个安慰 就在信仰里找到说 有一个引路菩萨 所以你看到这个菩萨往前走 可是菩萨一直回头 可以看得出来吗 她一直回头 因为她害怕后面的亡魂没有跟上 所以其实这个我想主要是安慰 因为这个活着的妻子感觉到说 她丈夫的魂魄在另外一个世界 是被好好照顾的 是有人好好在带淫的 所以这边就有帆在飞 等于是让她的魂魄可以跟着 如果大家到现场仔细去看的话 空中有一些音乐的乐器 有彩带飞在空中 因为是说这个菩萨 要让这个亡魂跟着走 天空是有音乐演奏的 有各种不同的乐器 敲着铃 摇着铃 敲着拔 在带领这个亡魂在走 所以这个作品 会在台湾展出这一次 我一直觉得大家应该在现场看 我一直非常感动 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 都有亲人亡故的那种经验 然后亲人亡故里面 其实最哀痛是活着的人 总是不安 因为不晓得说这个亡者 在另外一个世界如何被对待 所以我想宗教的信仰 其实有一个很贴近人心的东西 就是安慰你 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 告诉你说不要害怕 就是有人在照顾它 所以这个引路菩萨帆 当时是真正用过的 就真的在薛全的上理上用过 用完以后卷起来 它就藏在这个藏经洞 那现在被带到巴黎去了 所以我想在这些部分里面 大家慢慢可以看到 薄熙和 因为他是一个汉学家 所以他带走了一批非常好的东西 都在巴黎 那这一次 因为台湾要办这样的展览 英国没有借 那法国借了很多 而且台北跟高雄展出的内容 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会特别推荐大家 不只要看台北的展品 也要看高雄的展品 因为两边的展品不同 全部画在捐薄上 所谓捐薄就是 我们前面讲到的敦煌 都是画在墙壁上 是 可这个是画在卷上 因为它是可以卷起来的 可以带着走的 所以当时的外国人都带走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可以带 它不是墙壁 壁画就没有办法带了 所以他就用翻的这个方式 像这个就是菩萨立像翻 菩萨立像翻 就是它可以挂起来 是一个挂轴 可以挂起来的一个形式 那这个菩萨 我们已经看到 是非常后期的 就是唐宋记记的菩萨 不知道一般的观众朋友 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到 北梁北魏 那个菩萨的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 是印度人的样子 而且身上很少穿什么衣服 可是现在这个菩萨 已经几乎完全汉化 而且跟我们现在供养的 观音的造像非常像 上面有宝盖 有五尊画佛在上端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菩萨的相貌 非常的圆润丰满 而且是介于男相跟女相之间 他有胡须 上面有胡子 底下有吃须 因为我们知道 这就是唐宋之际 菩萨从印度传进来是男相 可是慢慢变成女相 尤其是观音菩萨 因为汉族的民间觉得观音慈悲 那慈悲应该像慈母 所以慢慢就把他的男相的部分 改成女相的部分 可是这个正在变 所以他兼具不同的性别的这个相貌 然后他的两个手握 交握在胸前腹部这个地方 叫做禅定印 禅定印 然后他身上的飘带非常的漂亮 而且用华丽的颜色去做 然后两个脚站在莲花台上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认为的菩萨的造像 大概在一千年敦煌的作品 其实已经决定了 那这样的作品 在巴黎的基美美术馆挂出来 我在现场好几次听到法国人在那边赞美 说这是美极了 所以有时候很奇特就是 他们并不见得是这个佛教信仰里的信众 可是他会透过那个菩萨的相貌的安定跟祥和 感觉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想这些从中国被带走的绘画 那么这一次又带回到台湾来展览 我觉得是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也特别建议大家到现场慢慢的去观赏 是感恩蒋老师为你们讲解敦煌艺术 谢谢 谢谢蒋老师感恩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更要感谢的是蒋导波 以及大夜电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源小聚 我们下次再去感恩 谢谢 音乐小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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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同心 走过风 走过雨 多少年来 你我前生 走过烈日 走过奄奄的汉笛 多少年来 你我同心 不怕风 不怕雨 期待明天的世界 期待明天的世界更像和美丽 我的祈祷 依上大祝佛听 我的信念 依上大祝佛信 感恩啊 你我同心 无处的爱无缘由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